如果现在养儿真的能防老妈 台北市议员接到一对许姓老夫妇陈琴说 五月份的时候被大儿子和女朋友殴打成伤 而且就向法院来申请保护令 但是有三个月的申请空窗期 大儿子还是不断的骚扰时报 让全家人活在阴影当中 控诉着制度不健全 保护令缓不济及 如果我当天死掉了呢 这回能为我赔偿是什么 一张张家暴照片 徐妈妈一度哽咽 说不出话 被自己养了三十几年的大儿子 拳脚相向 手臂瘀青 手指红肿 家里电视机更被砸毁 申请保护令 一家人却还是天天活在恐惧当中 他请朋友打电话 我说要问候我 然后呢就请人用摩托车 从后面追撞我 家暴令只是形成一张纸张 白纸黑字 我没有实质的保护能力 我到警察去报案 他说这个不是家暴 你不要跟他扯在一起 全家人五月份遭大儿子家暴 八月份才拿到保护令 中间三个月空窗期 不断受到骚扰 却求助无门 原本登记给大儿子的部分房产 还差一点被脱产变卖 这中间呢 我曾经打电话到市民地方法院的社工 他说家暴中心会跟我联络 但是我苦的没有电话 一通电话 这叫做家暴令嘛 那在那个协助的过程 其实他是一直有跟这个许太太有一些联系的 也有跟他讨论到有一些安全的计划 双方各说各话 徐妈妈一家吐苦水 保护令到手的前三个月 成为施暴漏洞 凸显制度缺失 绝对不是个案 中心我黄明君林波瑜 以台北报道